第六十章 打耕人上门 噗 听到这话 正在饮茶的陈泰直接喷了出来 李木白和张慎齐齐僵住 豁然转头 瞪着许其安 作诗之人不是杨玲 小老弟是皮痒了吧 卖我卖得如此干脆利索 许其安硬着头皮 是我的化名 当真 当真 两人还是不信 问道 你去叫方思做什么 许其安端正坐姿 道 少年莫爱 屋子里忽然陷入寂静 三位大儒感觉胸口堵着淤血 想吐又吐不出来 几秒后 张慎起身 指了指许其安的鼻子 你 你 她在屋子里团团乱转 焦躁得不行 千古绝唱 你用在一个风尘女子身上 她配吗 她配吗 是是是 用在你身上就好了 许其安心里富匪 表面做出聆听老师 训诫的姿态 李穆白同样情绪激动 永眉变永眉 影眉小格赠福香 简直低俗 俗不可耐 生生糟蹋了一首好诗 如果能改成云露书院 但郑木白先生 你应该就能笑出诸教声了吧 许其安心里吐槽 两句诗成万古名 用在一个风尘女子身上 确实浪费 但事情不能单看表面 若没有这首诗 博取福香花魁的青睐 她怎么套出有用的信息 怎么陷害周厉 不陷害周厉 万一周侍郎挺过来了呢 万一郑敌没有斗倒她呢 迎接许佳的会是什么结局 诗词本来就是抄的 不心疼 再说 不能解决眼下的麻烦 肚子里的存货再多有何用 再好的诗词 能兑换成切实的利益 它才是有用的 陈泰心底叹息一声 对于杨玲是许其安的化名 最初是惊讶不信 可仔细一想 又觉得合理 这等诗才 怎么可能说出现就出现 李木白和张慎能收她做弟子 我也可以 既然有两个老师 那为什么不能有三个 陈大儒暗暗决定 以后找机会 将这位师才收入坐下 经历了一番语言轰炸 许其安乖乖地认错 并许诺将来有好诗好词 一定先让两位老师修改润色 李木白和张慎才勉强消气 两位大儒 除了与传世名师擦肩而过的悔恨外 是真的觉得 许其安把这首诗 用在一个叫方思花魁身上 浪费了 抱舔天物 许新年还算有些良心 试试出来打圆场 转移话题 又昧在书院启蒙多日 不知可有成效 三位大儒相视一眼 陈泰忍不住笑出声了 你那妹妹 当真是心智坚定 坚不可摧 张慎无奈道 一寻之间 叫她的先生换了四个 李木白补充 都发誓 这辈子不为志同启蒙 许辞就许宁艳 小院 一家人久别重逢 婶婶欢喜地迎接 丈夫和宝贝儿子 二叔也欢喜地拥着幼 女和妻子 许林音看见父亲 悲从中来 抱着他的腿 就是一阵嗷嗷嗷 许二叔一阵怜惜 觉得女儿在书院启蒙 受苦了 书院的先生 一定非常严厉 穿着电青色罗衣的 许林月站在一侧 少女销售的瓜子脸 带着浅笑 看着这一幕 她年纪大 不能像小豆丁一样 无所顾忌地 投到父亲怀抱 又不是长子 没有大哥那样 受父母喜爱 家在中间的孩子 向来是比较尴尬的 一寻眉剑 妹妹清俭了许多 许七安走过去 牵起妹妹的柔仪 仔细审视 绑着束带的仙腰 迎一握 胸脯处开始鼓掌 少女含包待放的身段 格外诱人 瓜子脸大眼睛 远看近看都没瑕疵 欠缺一点女人的容魅 但有着少女 纯洁的清理和灵动 许林月下意识地 抽了抽手 又忍住了 大哥手掌的温度 让她脸上腾起红韵 眼波荡漾起来 柔柔地喊了一声 大哥 回家的路上 许林月破天荒地提出想骑马 但因为不会马术 经得父亲同意后 与许七安同城一起 阳光和煦 风吹在脸上有些凉 大冬天的骑马 就好比寒冬腊月的开摩托车 还不带头盔 许林月毕竟是女子 紧紧缩在许七安怀里 眸子亮晶晶地看着四处的风景 觉得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涌来 许新年怀里也有一个妹妹 二哥 马颠的我要吐了 那就回马车里 我不要 我要骑你脖子上 许二郎被小豆丁凡的眉头紧皱 马车里的婶婶掀开帘子 探出美艳动人的脸蛋 老爷 我不在府里这段时间 有没有出去鬼混 许新年和许七安一口同声 没有 婶婶打量了两人几眼 又不是问你们 多嘴 三天后 休目 清晨 许七安摆弄着玉石小镜 镜面透出军弩 铜镜 泼刀的虚影 宛如一幅笔触模糊的画 这面镜子 暂时被她当成储物带来使用 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股脑的放进去 来到主宅 吃了早餐 餐桌上 许林月带着期待的表情 说大哥今天休目 与我出去逛逛吧 许二叔想起了前阵子的周立纵马事件 皱着眉头说 我今日也休目 林月 爹陪你出去吧 许林月沉吟了一下 摇头 算了 忽然觉得头有些晕 许二叔 上午勾兰听曲 中午回家睡个午觉 等晚上去黑市一趟 我得抓紧突破到炼气镜 许七安神又雾外 这时 门房老张匆匆来报 站在厅前 老爷 门外来了两位差爷 差爷 许平志喝了口白粥 漫不经心地问道 哪来的差爷 许二郎说 大哥 是你同僚 许七安不甚在意 应该不是 门房老张说 小人不知 但他们穿着黑衣 胸口绑着奇怪的铜锣 许家撒爷们手一抖 无声地相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出了凝重 打耕人 快迎进来 许平志连忙起身 向前厅走去 许七安和许七年跟在身后 念头急转 思考着打耕人上门的目的 在大凤王朝 打耕人三个字 可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他往往语问罪 入狱 抄家等血淋淋的字眼挂钩 但扪心自问 以许二叔的段位 打耕人应该是瞧不上眼的 很快 三人在前厅见到了来访的打耕人 两人身穿制式黑衣 身后坠着短披风 胸口绑着一面 刻满繁复皱纹的铜锣 两位打耕人的年纪都不大 青年 左边一人面色严肃 不苟言笑 右边一人恰好相反 脸上挂着笑容 眼睛眯成一条缝 笑起来眯着眼的青年 目光扫了眼许家一撒 笑道 哪个是许奇安 许奇安跨前一步 我是 咪咪咪眼青年微微汗手 跟我们走一趟 许品质眉头一跳 横身挡在许奇安面前 抱拳 沉声道 两位大人 我这犯了什么错 面色严肃的青年 皱了皱眉 另一位笑咪咪道 白天不做亏心事 晚上不怕打耕人 以打耕人的行事风格 拘捕的话 会不会当场拔刀砍人 许奇安单手按在二叔肩膀 看向两位打耕人 好 我跟你们走 他随着打耕人离开许甫 门口停着一辆马车 脸色严肃的打耕人指了指车厢 示意许奇安进去 那位始终笑咪咪的青年 摘下胸口的铜锣 用力一敲 在响亮的声音里 朗声道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打耕人的衙门在内城 距离许甫很远 不行虚数个时辰 所以给许奇安安排马车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待遇 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 不苟言笑地打耕人驾车 车厢内 许奇安和那位笑容和煦的青年 面对面而坐 打耕人找我做什么 为了周丽的案子 不可能 我不保证完美犯罪 但能保证没有监控设施的大凤王朝 不可能查出 是我绑架的张家二小姐 即使有蛛丝马迹 也不会这么快就锁定我 许奇安伸手入怀中 轻扣玉石镜背面 倾倒出一张银票 抽出来看了一眼 面额十两 他松了口气 诚恳地递上银票 道 小人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仰慕大人为国为民 劳苦功高 奉上十两银子 请大人喝茶 大人要是能告诉小人 发生了什么 小人感激不尽 这位打耕人目光落在银票上 一脸人触无害地瞇着眼睛笑 打耕人规矩森严 受惠超过十两 仗走五十 超过五十两 流放 超过一百两 斩首 我显然没必要为了十两银子挨板子 许奇安露出善善的笑容 正要收回银子 却听咪咪眼青年悠悠道 你想从我这里套取消息 得加钱 许奇安不带烟火气地 递了三十两 青年笑了 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把两张银票收在怀里 另一张递出帘子 收了三十两 你我个十两 剩下十两 今晚去叫方思打茶围 正好一人无两 不苟言笑的青年接过银票 低沉地嗡了一声 咪咪眼年轻人翘着二郎腿 对许奇安笑道 规矩虽然很重要 但当大家都默契得 无视规矩的时候 你太叫真 反而会受排挤 别人的 Johnson Zam Now 小强奏 不知道 Lam Now dare的 不好意思 评讯